我现在在秘鲁首都利马的巴西大道上 街道两边以秘鲁国旗颜色红白色为背景 共设立了42个看台和18000个观众席位 这里就是秘鲁独立203周年庆典阅兵活动现场 秘鲁陆海空三军和国家警察等相关机构 共6000多人组成的授阅部队 将从我对面的检阅台前通过接受检阅 当天上午10时20分 秘鲁总统伯鲁阿尔特抵达阅兵式现场 明礼炮后全场高唱秘鲁国歌 阅兵分裂式拉开文幕 各个一仗方队依次向检阅台行进 应秘鲁国防部邀请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学员代表团参加了阅兵式 伴随着检阅进行曲的乐曲声 中国呼吸手高举五金红旗 七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组成了一仗队 正迈着整齐的步伐通过检阅台前接受检阅 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亮相秘鲁阅兵活动 中国人民解放军组成的一仗队队员们精神抖擞气势威武 充分展现了当代中国军人的萨爽赢资 赢得了官礼嘉宾的赞许和当地民众的热情欢呼 1821年7月28号 秘鲁摆脱西班牙殖民统治正式宣布独立 为庆祝秘鲁独立日 秘鲁首都利马每年都会举行阅兵式